好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去讲到的是我们这一节课里面的第五个知识点 我们的打开心见和保存 有的人就会说到 他说老师这个打开心见保存 这个有什么好讲的 地球人都知道 对我不想让你们的变成地球人 我想让你变成外星人 所以呢在这里面呢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起来看一下 关于我们软件的打开 在这边我们最常规的方式 按图标的吧 点击这个桌面上的图标 那如果是说是我呢 那这边我们教大家另外一种方式打开 因为在我们设计当中啊 我们所用到的设计类的工具会比较多 那比如说这边呢 我们会有2014 2010 2020 以及2007的版本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直接呢 我们直接以2014啊 作为蓝本来跟大家去进行讲解 我直接点击它 然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属性啊 就是右击啊 找到这个属性 那在这个属性当中呢 这里面有个什么 有个快捷键 这个快捷键我们是可以来设置的啊 注意 那怎么样子设置呢 这里面 这里面小米老师呢 我就直接把它改成呢 改改成我们的一个 抗却加Z 啊 抗却加Z 我是按了键盘上的这两个键位啊 但是呢 在这个里面呢 它会自动的添加到 我们的一个键位 叫ALT键 art键 因为这样子啊 就是防止 我们的这个快捷键呢 跟其他的软件有冲突 所以呢 它会自带一个ALT键在里面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 去打开这个2014的一个版本 那怎么办呢 好 看一下 我点击应用 点击确定 我直接用抗却 art加Z 像这边 它跟我们的这个QQ有冲突 对吧 那小米老师呢 我把我的QQ 在这边呢 直接把它给退出来啊 好 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呢 直接把我们的一个 抗却art加Z 这个组合键呢 把它给按下去 我重新设置一个键位啊 我把它设置为 抗却art加 抗却art加X啊 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点击确定啊 并且的话呢 应用 好 这边呢 我直接呢 把它给按下去 哎 你发现 我们这个软件呢 它就自动打开了 看没有 我刚刚啊 把这个快捷方式 设置了一下 因为它跟其他的软件 的快捷方式有冲突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就可以直接用 我刚刚所定义的 这个方式 直接呢 打开我们所需要的 一个版本 这样子啊 就方便很多 我们就不用 在设计过程当中 去点击图标 然后打开我们的 这个软件 然后呢 去进行灰图 这种方法 大家能不能够理解啊 能够理解的同学 再公平啊 给我打个E 对 就是我们设置 会计方式打开 就是这种方式 能不能理解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接下来 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里呢 接下来呢 下面表示呢 我要跟大家去讲一讲 就是我们的文件 怎么样子 在我们CD当中打开 像我们在平时绘图当中 我们会有呢 会有很多的这个文件 那么在这里 举个例子啊 稍等一下 在这里呢 下面表示呢 我就直接打开 我们的几张图纸 这里面有三张图纸 看没有 有三张图纸 在桌面上 但是呢 我想把这三张图纸都打开 那我们最常规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直接双击 这个文档嘛 比如说 在这边我直接双击它 这个图呢 它就打开了 对不对 但是这种方法呢 打开的速度啊 效率并不高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上它 选择上它 然后呢 按住鼠标的左键 我们进行拖拽 你把它放在哪个版本上 那么它就会用哪个版本打开 比如说放到2010的图标上 松开 啊 对 那这边呢 我们就会用了 用到我们对应的一个版本 直接呢 在这边呢 打开我们的这个图档 稍等一下 看没有 那这边是不是就会有 我们刚刚的 这三张图纸 这里啊 大家注意啊 就是我们这三张图纸 我怎么知道 它有没有显示出来 就是这边呢 有三张图纸呢 这里看到没有 它有一个什么 它有一个我们的文件的标签 就是在这里 我们点击它 在这边呢 你看到有个排球 对啊 同时的话呢 在这里呢 也会有我们的其他的 这一个呢 图档 但是呢 我们刚刚 小明老师呢 我是怎么样子 让它显示出来的啊 这边 再一次啊 注意 我直接呢 带着大家一起呢 把这个参数 去设置一下 这个文档标签 它在我们的高版本当中 从2014开始 它才有啊 对 在我们这个呢 像2010 2007的版本当中 是没有的 在这里设置啊 在OP OP里面呢 它有一个显示 显示当中 有一个显示文件选项卡 我们直接呢 可以把它给勾选上 直接把它勾选上 他就说 他老师这里没有啊 那是因为你没有打开图档呀 这里我们要打开图档 这边呢 小米老师呢 再教大家一种打开方式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上图档 然后呢 拖拽到我们的命令行当中 是命令行里面啊 然后呢 在这边再松开 啊 然后再松开 那么这里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这里呢 是把我们刚刚的这三张图纸呢 直接呢 把它给打开了啊 就是显示出来了 好 这边呢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他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呢 直接呢 通过我们的这个标签啊 以及呢 也可以通过呢 我们的这个 扛缺加table键啊 去进行切换 就是在这里啊 注意 看没有 对 他就可以去通过我们的一个 扛缺加table键去进行切换 所以说 有同学啊 在这边啊 所说到 他说老师这些标签 这些标签 我们能不能够将来关闭掉呢 可以将来关闭掉 他这里不是有差吗 看没有 不管是说是在经典模式当中也好 还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 其他的空间当中也好 对 他都会有这个标签 你可以直接去切换到他 对 直接点他去切换 但是呢 我刚刚呢 所提到的呢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用 扛缺加table键 哪两个键位呢 这里大家可以记下笔记 我们所说的扛缺键是这个键 table键是这个键 这两个键相加 那他就能够切换我们的窗口 对 这样子你就不用去点上面的这个文件标签了 好 看一下 我是怎么做的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直接呢 扛缺加table 对 扛缺加table 那继续 我们就可以呢 在这里呢 去对他进行一个切换了 所以说 这种啊 切换的方式啊 比我们去点击这个图标 他呢 会方便的多 这两种 切换的方式 大家理解了没有 啊 理解的同学啊 再公平 给我打个E 这是我刚的 刚刚讲的这两种切换图档的方式 理解了没有 对 理解同学啊 再公平给我打E 啊 理解是吧 好 这里呢 是我刚刚跟大家所讲到的关于软件的打开方式 那么接下来呢 在这里面呢 安装许可证单机还是网络 在这边的话呢 你直接用默认的 对 安装这个许可类型的时候呢 你直接单机就行了 知道吧 默认的也就是单机 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去讲到的第二个 就是文件的新建了 啊 文件的新建 有的时候老师这个有什么好讲的呢 好 这边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很多的同学 在学习CAD的时候啊 就直接打开软件 然后呢 就直接绘图了 但是呢 这边呢 我要给大家去强调一个事情啊 就是我们打开CAD之后 我们如果直接去绘图 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在这里 看一下 小米老师啊 我现在是直接啊 双击 图表打开了 直接去画图 这个啊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呢 模板 我们都没有选定好 你就直接去画图 那么后期 你去标注 你再出图 会很麻烦的 对 举个例子啊 就好比我们写字 大家都写过毛笔字啊 我们写毛笔字 他用的是什么 他用的是米字格的这个纸吧 他用的是这一种纸 然后呢 在这边的话呢 去写的这个毛笔字 那如果说说我们仅仅只是写钢笔字或者是链字呢 我们可能也就只会用到一个方字格的纸去写 那我们CAD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去标准的去出图 那这边呢 我们会直接呢 通过我们的这个文件里面的新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康缺加N 先新建一个图档出来 然后我们再去画图 好 这边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下面老师呢 我直接点击文件里面有个新建 好 这个时候呢 他会弹出一个选择样板的一个窗口 那我们所说的样板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模板 啊 就是我们那个模板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究竟选择哪一个呢 在我们汇图当中 有两种模板啊 是用的比较多的 第一种呢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 ACD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ACD 就是ACD ISO 就是有这两种模板 那像当你们在书本上经常会看到 就是有人 要你选这个模板 ACD的一个模板 那么这个模板 它是属于一个音质的一个模板 啊 它是一个音质的一个模板 也就是以音寸 为单位 那么这个呢 ACD ISO呢 它是一个公质的模板 也就是它以毫米为单位 所以我们平时在汇图的时候 我们都会选择这一种 而不会选择上它 这一点啊 大家一定要弄明白 啊 一定要弄明白 对 所以说我前期 模板没有选对 那么你的环境就不对 举个例子啊 那比如说小秒说 选择ACD 3D 你看一下这个模式对吗 这模式就不对了 所以说在这边 我们用抗去讲 我选择ACD ISO 这个公质的 这个模板 我直接打开 哎 现在呢 就是在我们的 刚刚所新建的 这个公质的模板当中啊 去汇图的 OK 这里呢 大家你们要记下笔记啊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选择样板 有两种 有两种常用的 这个名字 一个呢 是ACD 一个呢 是 ACDISO 他们的区别 在于哪里啊 单位不一样 单位不一样 好 这边呢 我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去讲到 我们的第三个点啊 就是文件的 保存啊 这个点呢 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对于文件的保存来说 我们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我现在呢 把我的这个 这个CD 我全部把它给 关闭掉 我重新打开一个图档 那在这里呢 我随意的画了一个图形出来了 我画了一个图形 我画了一个圆 那我现在我要把这个圆保存起来 大家注意 呃 现在不用去管格式啊 对 先把我讲的 把它给掌握好 DWT的格式 后面我会给大家去讲到 它是一个样板格式 对 现在的话呢 对 你要掌握的 是怎么样子去选择 我们的一个模板 好 这里呢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我们所绘制出来的这个圆 我要保存起来 保存很简单 对吧 也就是大家 你们经常所提到的 KT加S 这是一个保存的组合件 好 那我直接通过KT加S 你在保存的时候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类型呢 在这里 要注意啊 我们可以直接将它展开 这个类型可以改 我们所保存的格式啊 在这边呢 一律是DWG的格式 也就是我们C的一个标准的文件名 那这个关于版本 我们该怎么样子选择呢 版本 尽量用D版本 那比如说我们2004的 好 举个例子啊 下面我说 我就选择 CD2004DWG 我选择上它 对 我直接选择上它 好 那我选择上它之后呢 我现在保存 我保存在哪里 我保存在桌面上 对 这个路径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那这个对象是什么呢 这对象 我就直接命名一个圆嘛 看没有 好 那我就可以去保存了 那有的就说 他说老师 那如果是我在保存的时候 我在保存的时候 我没有去选择这个文件的类型呢 我直接是保存的是2013的这个版本 后续名是DWG 会有什么问题呢 好 这边 大家注意了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就会明白 那我在这里呢 我就 把这个名字啊 再命名一下 我就命名一个2013 因为我们保存的版本是2013嘛 同样的 我保存在这个桌面上 保存 那如果是说 你是这样子去保存的 那你要把这个图档 发给别人 或者是说 你在其他的电脑上去打开 那比如说 我用2010的版本去打开 看一下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你打开 就知道了 在这里面 大家是不是你们经常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遇到过 有遇到过的同学啊 在公平 给我打个一 就是在这里 对 对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有遇到过的同学 在公平 给我打个一 有遇到过是吗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呢 很简单啊 对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提示 它上面的话呢 就有写到 不能打开此DWG文件 因为它是使用更新的版本所创建的 说白了 就是在这里面 你的这个图档 你是保存的是高版本 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只能用高版本 才能够打开这个图档 你用这些D版本 你是打不开这个文档的 所以 为什么小米老师 在这边跟大家讲到 我们在保存图档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版本给降下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防止别人 打开我们的图档的时候呢 在这边呢 防止这边呢 打不开 对 所以呢 我们就会选择2004 把这个版本啊 尽量的降到最低 然后呢 格式呢 在这边就是我们那个DWG的格式 然后我们在这边选择上路径 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 这样子去命名 比如说 这个2004啊 这个当然你可以不写 你可以不写 我之所以写出来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区分 没其他的意思啊 好 这边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保存 那现在我就保存了一个 2004的一个版本的一个格式 看没有 那现在我要去打开 它还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看没有 这个图档就被我们给打开了 所以说 这个保存 为什么要去降版本 这个大家 理解了没有 啊 理解了的同学啊 在公平给我打一 啊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啊 对吧 人家 他是白富美 那么呢 我们经常所说的 对吧 要门当户对啊 那这个蓝方呢 那么一定是高富帅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 才能够做到门当户对 所以说对于我们软件也是一样的 它会有不同的版本 那我们在去保存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的把版本给降下来 这样子的话呢 就能够解决 就是人家 或者是在其他的电脑上 我们打开图档的时候 防止别人打不开的现象 嗯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所提到的呢 是第一个 要注意的事项 那么接下来 我要跟大家去讲到第二个 注意的一个事项 就是关于我们保存和另存为啊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这东西本不应该是我去讲的啊 因为呢 这个啊 可以说是电脑的 一个呢 我们基本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但是的话呢 有时候真的不讲又不行啊 有的同学确实啊 就是电脑基础就是 比较差的那一种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注意一下 保存 它在这边是 直接呢 指定我们的路径 去进行存档 那么另存为啊 它是复制文档的方式 去存档 什么意思啊 其实很简单啊 那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要把这个圆 进行另存为 另存为的快捷键是什么 另存为的快捷键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 抗确键 save的键 在这边呢 加上我们的一个s键 啊 抗确 save的键 加s 就是我们的一个另存为的一个组合键 好 在这边呢 我直接命名一个格式啊 比如说我就直接命名一个 2019 然后呢 12 2 我直接保存在这个桌面上 那这个呢 我们是直接把这个文档 我直接把这个文档单独的 保存了一个新的格式啊 新的一个图档 所以呢 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图档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因为它是属于什么 它是属于复制文档的方式 去进行存档 原图档是不会做任何的改变的 啊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啊 就是这些东西啊 小米老师呢 我会跟大家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啊 但是呢 在工作当中啊 你要知道 我们怎么样子啊 去进行啊 选择 这个啊 很重要 好 OK 那这边呢 我刚刚所讲到的这个保存的这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小米老师呢 要跟大家去讲到一个技巧 这里要注意了啊 就是我们在保存图档的时候 很多的同学啊 可能的话呢 都忘记 去降版本了 那我们能不能够去设置一下 我们每一次去保存的时候 它都能够按照我们所指定的版本去保存呢 啊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好 那在这里面我们怎么样子去修改啊 我们可以直接呢 输入我们那个OP的指令 就是在命令行中啊 输入我们那个OP 输入OP之后 在这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 有一个 打开和保存的一个标签 打开和保存的一个标签 所以呢 我直接切完了这个标签当中 它这里面就有一个另存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选择成为 AutoCD2004DWG这个格式 好 那这边呢 我们选择上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呢 点击应用 并且确定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是说 我在这个时候 我要把这个图档保存一下 那它所默认的 我们的这个呢 版本 它就是2004的一个版本 那我们就不要每一次 在保存的时候 去进行切换了 这个 大家理解了没有 理解的同学啊 公平 给我打个E 对 就是这种方式啊 理解没有 啊 没文理是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一下 就是刚刚所讲到的啊 就是 打开新建和保存啊 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事项 以及我们的一个操作的技巧 刚刚呢 下面有时候呢 都跟大家把它给 汇总出来了 OK 那这个呢 也就是关于 下面老师呢 在这一堂课里面 跟大家讲到的第五个点 打开新建和保存 那关于这个知识点啊 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 需要完整视频同学可联系视频下方老师 同时学习纯内会不定期更新CD制图课程 立马转唠 这是一堂课程中的 明镜这样的 这会儿 蜜�的